然后秋田圆想问油柱行1658可以买 他说买入价应该设置在哪里 绝对可以 其实内人股 特别是油柱行一向都是内人股里面自己的首选 因为特别是你论股价 各样增长来计 一定是油柱行和招行比较快 而油柱行之前都说过的特质就是增长快 之如刚刚轨迹也是 看到2.2的增长其实算是快 而且本身财务表现都是很稳定的 无论报备覆盖率也好 一级资本比率也好等等 全部都是很优性 而且息率其实都不低 以这么高增长来说 也有4D其息 其实算是很吸引 所以绝对在内人股里面是一个 比较更加是进口供套我手的股份 所以我认为版法来说 我是挺喜欢借油柱行的 如果你说价 其实这些位置都可以考虑 因为一来刚才看到 就是你就算货中线 也有一个不错的收息的条件 以来你货股价 其实这一刻仍然是 守着一些锁均线流畅 其实整体的走策算是挺漂亮的 所以这些位置买我觉得OK 如果你说不是太长线 不是收息的 纯粹炒个价来说 这些位置买完 你可以放在大概5.1至5元边 左右做止蝕 如果穿这些位置才可能会走 不穿就不妨继续持下去 太好玩了 再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